全面开花巩固地位 俄罗斯上海外军售成绩单 临近年末 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技术合作局 发布2021年对外军售情况 该局局长舒加耶夫称 年内俄军工综合体与外军签订军售合同总额达520亿美元 完成既定目标 俄媒称 在西方加大制裁封锁的背景下 俄军工综合体交付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一直以来 军火贸易不仅是俄罗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更是其施加军事政治影响 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 根据俄方公布的数据 2021年 俄海外军售继续在全球市场保持稳定份额 一方面 在公开场合透露对应出售先进武器的官方考虑 吸引印方购买防空导弹和雷达 俄海紧盯潜在客户 借助军方洽谈 联合军演 国际武器 装备展等渠道 通过定制化思路推介产品 在独联体内部 俄成功与白俄罗斯签署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 先进武器系统军售合约 分别向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交付价值近4000万美元和1200万美元的航空武器 凭借价廉 可靠 操作简变等竞争优势 俄与非洲国家签署于17亿美元的武器出口合同 外媒称 俄将军火交易 拓展到美国和欧洲后院 意再通过军售合作 突破外交层面封锁 报道称 俄国防部通过大型展览或国际论坛等活动释放平台效应 使对外军售工作保持旺盛活力 7月20日至25日 俄举行第15届莫斯科国际行长 俄军在对外军售活动中广泛推行去美元化结算方式